微创与传统手术有什么区别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春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微创中心主人医师 咱首先讲一下的传统手术 传统手术就是咱们讲开刀手术 这样需要在病人的身体上开出一个口子 微创手术它就是需要打孔 它可能选择几个部位 打三到四个孔进行做手术 所以说传统手术可能给人体留下一个永久性的疤痕 而微创手术可能就不会留下疤痕 微创手术它有的可以住院 有的就不需要住院 假如说是这个手术非常小 在门诊能做就不需要住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